北京来了一个邻国特使! 求情! 讨价还价! 中国该不该买单! 1. 关键时刻,一位80会高龄的邻国特使来到了北京。 而且,带来了该国最高实权人物的一封信,并很快与副国籍的王毅举行了会谈。 随后,他还将信直接转成给了李总理,新华社播发的图片显示,总理当场展开阅读。 1. 非同寻常的人物,非同寻常的会见,因为这个特使,来自不久前政坛突然变天的马来西亚。 93岁的马哈蒂尔,再次出任马来西亚总理,但中马关系,也马上面临波折。 93. 截至目前,据媒体报道,马来西亚以各种原因,已连续叫停了四个中国大项目,涉及金额高达200多亿美元。 其中,就包括东海岸铁路项目,投资550亿马币,约人民币883亿元,中方提供贷款,中国交建成建,这也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载建项目。 3. 停工,意味着先期投资可能打水漂。 3. 这关系到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的重大利益,也关系到中国投资对马来西亚的信心。 3. 于是,马哈蒂尔派出了80岁的老朋友达因到访中国,他的身份是马来西亚总理特使,元老理事会牵头人。 4. 这个元老理事会,是马哈蒂尔搞的最高顾问组织,成员5个人,除了前财政部长达因外,还有中国人比较熟悉的马来西亚首富郭赫年。 4. 相信,郭赫年也一并来到了中国,晚就处于十字路口的中马关系。一些细节,很意味深长。 5. 按照新华社的报道,达因这样对总理说。马中两国是好朋友,好伙伴。 5. 马哈蒂尔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继续同中国密切合作,推动马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5. 不论两国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马中双方都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5. 不论两国关系在发展中出现任何问题,隐含的意思则是,中马关系确实出现了某种问题。 5. 在和王毅的会谈中,按照新华社的报道,王毅这样说。 5. 中马关系有助长期友好的积累,不仅是全面战略伙伴,也是务实合作的伙伴,经得起任何风云变换的考验。 5. 经得起风云变换,但隐含的意思,现在就面临考验,而且确实是风云变换。 2. 中马关系突然生变,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利益。 5. 在马哈蒂尔看来,前任那几部政府涉嫌向中国输送利益,很多项目套大喜功,国家财力无法承受,因此,必须下决心砍掉这些不公平的项目。 5. 合同虽然是白纸黑字,违约意味着巨额赔偿。 5. 马哈蒂尔的做法,希望重新与中国谈判。 5. 但以东海岸铁路项目为例,基建已经动工,中方已投入巨资,所谓谈判,其实就是逼迫中国做出让步,马来西亚可以少付钱。 5. 这对中国来说,意味着重大损失,更让担心的,则是这种示范效应,给马来西亚开了口子,其他国家也这样来操作,怎么办? 5. 在国际上,包括CNN在内的西方媒体,则将马来西亚的举动,是做遏制中国影响力的信号。 5. 当然,马来西亚也不敢轻举妄动,如果迫使中国撤资,马来西亚经济也将面临重大挑战。 5. 要知道,中国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外国直接投资,FDI,最大的来源国。 5. 而且,在地缘政治上,中国也不是一个普通的邻国。 5. 于是,达因贤命出使北京,应该就是为马哈蒂尔随后访华做准备,并同中方谈判,这些工程怎么办。 5. 为了安抚中国,达因成交的马哈蒂尔的亲笔信中,马哈蒂尔也表示。 6. 马来西亚新一届政府将继续致力于保持对华友好关系,愿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强化,欢迎中国企业赋马投资星夜,对马种关系发展前景感到乐观。 7. 中国别担心,我们还是致力于对华友好。 7. 中国投资也别跑,欢迎你们继续来投资。 8. 中马关系要向前看,前景还是不错的。 8. 但马方不讨到点便宜,肯定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9. 据马哈蒂尔透露,随后马来西亚财长林冠英和反贪污委员会官员将出访中国,讨论停工项目中的贪污等问题。 9. 换言之,造价这么高,里面还有猫腻,中国你看住办吧。 9. 然后,则是8月份马哈蒂尔访华。 9. 他自己这样解释访问的时间,我想尽早去中国,但中国领导人7月份没有时间,所以我将在8月份去。 9. 第一月份中国领导人确实很忙,但马哈蒂尔必须要等到8月才能去北京,多少也是一个信号吧。 9. 一场大博弈正在举行,牛弹琴,Bear Piano,几点粗浅的看法吧。 9. 第一,都不是省油的灯,感觉总有一些邻国,对中国真是尽之则不逊,言之则远。 9. 总喜欢把中国当成冤大头,能耗一把是一把。 9. 我并不是说马来西亚,但是哪些国家,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感秤。 9. 所以总出现一些周期性的关系波动。 9.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这些国家当然要反思,中国更要反思。 9. 第二,中国手段也越来越娴熟。 9. 坦率地说,如果是以前,中国还真可能打落门牙和肚吞,但现在,也不乏对付的手段。 9. 斯里兰卡就是一个例子,斯新总统一开始对中国各种脸色, 9. 但当中国撤资后,他一筹莫展不得不敢嫌更张各种欢迎。 9. 马来西亚,或许是一个新的案例。 9. 所以,马哈蒂尔派出了老资格的达因和郭赫年等,来中国是探口风。 9. 第三,中国更必须小心谨慎。 9. 马来西亚是一个有风向标意义的国家,与美国和日本交好,但中马关系也不错。 9. 当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虽然在印尼提出,但最先积极响应的是马来西亚。 9. 南海问题上,马是周边最低调的一个。 9. 中国不是慈善大国,再不能对外太慷慨了,但也需要稳住马来西亚,将马推向美国和日本,肯定更是下下之策。 9. 八十岁的马来西亚特使来后,九十三岁的马哈蒂尔下个月就要来北京了。 9. 一场更激烈的口价还价正在进行中。 9. 中国,该慷慨时要慷慨,但该无几钱包时还得无几啊。 9. 毕竟,地主家的鱼粮也不多了。 9. 就在昨天,印尼国防部长李亚米扎尔德再次表示,在现阶段南海局势下,寻求和平的努力已经成为印尼国防外交的一部分。 9. 这并不是印尼防场第一次做出如此表态,遭在今年一月份,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其东南亚之行中称,美国愿助印尼在南中国海,北纳图纳群岛海域维持海上安全。 9. 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在印度瑞辛那对话上称中国是地区的一支,破坏性力量,妄议中国在南海的岛礁设施。 9. 这二位一唱一鹤意图很明显,极解中美争端制造南海的紧张局势,放大对中国的抹黑和攻击,强化中国周边国家中国威胁的心态,最终达到增强美国存在的目的。 9. 更为打脸的是,美国一边宣称尊重亚洲国家的主权,相信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的强权施加于别国的经济、外交和安全决策之上,一边用强调会帮助印尼维持其海上安全,其意图可见一般。 9. 对此,这位印尼房长当时就表示,言下之意,便恃不希望破坏南海的总体形势。 9. 对于印尼房长的这番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 9. 中国古话讲,已成感人者,仁义成而应。 9. 这体现了中国和东协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积极和真诚的意愿。 9. 中国同东协国家建立的信任弥足珍贵,稳定南海局势的成果来之不易。 9. 中方愿继续与有关各方一道,已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为指引,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和海上务实合作,共同致力于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 9. 中美两国之间,近段时间可谓互动连连,中国也以实际行动向各国展示了中国现在的实力。 9. 或许是为了争一口气,美国在近日又加满了2000亿,而在中国爆出了一则新闻后,一向都非常活跃的美国高层们都彻底沉默了,而印度的反应却最为强劲。 9. 以来,中国在引进国外人才以及国外高技术企业时,都给予了诸多便利。 9. 中国的千人计划也为我国引进了诸多高级人才。 9. 而在近日,从上海传出一则新闻,不仅让美国尴尬不已,其背后所隐藏的事情,貌似更具异议。 9. 签署投资协议 据媒体7月10日的报道称,特斯拉公司,Tesla,与上海临港管委会,临港集团共同签署了纯电动车项目投资协议。 9. 将在临港地区独资建设及研发、制造、销售等功能于一体的特斯拉超级工厂,而这也将成为上海有史以来最大的外资制造业项目。 9. 而这距离马斯克对中国允许其在华建厂的感谢,才刚过去一个多月,足见双方在这一项目的合作诚意。 不过特斯拉此举也在美国国内引发热议,各国网友也对此展现出了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人表示,美国总统虽然希望的是美国再次伟大,但从一系列事情来看,他是中国再次伟大背后最大的推手。 9. 第1章